他才30岁颜值高身材火辣,却总演70多岁男人的情人,如今学好粤语中演女儿。 TVB一向都出了民事工作时间长,酬劳比较低的电视台,不过却出过很多大明星。 相比较在内地拍戏的演员动不动就能拿高价片酬,不要说单红小生花瓣,就算是二三线的演员酬劳也是相当高,那么为什么如今TVB还能够吸引到新人去加入? 因为在TVB拍戏会让你锻炼很多,不仅拍戏时间长,而且在短时间接触到不同的剧集,这样的磨练会让你更快进步。 其实很多内地女生都想通过港姐选举,然后进入TVB当演员。 但是她们就会面临一个问题,那就是粤语说的不是很标准。 今天要说的这位女主人公就是通过不断努力学习粤语和磨练演技,终于摆脱老饰演70、80岁老男人的行人,如今有机会当少女二合影后扬迁画标戏。 这是现年30岁的余苗当时参加选美的照片,当年选美她并没有进入三家,不过后来进入TVB以后就慢慢让观众认识。 这是余苗在2016年拍下的泳衣照片,可以看出身材真的很好,而且拥有一双大长腿。 据悉为了保持身材,她曾经试过几年不吃米饭。 看着这身材和脸蛋,想不到当年她竟然没有入选前三家。 其实自从进入TVB以后,她没有和同届选举相识的朱晨莉一样,马上成为热鹏小花。 以港姐冠军出道的朱晨莉刚入TVB就和谢天华、吴振宇等演对手戏。 至于出出道的余苗就没有那么幸运,一直都是扮演配角,而且还不是女二、余三。 在轩轩和林文文回归的代表作《不懂撒娇的女人》里面,很多人都说轩轩依旧动灵,而且演技很好。 还有观众讨讨论唐诗勇的演技很好,最终唐诗勇也评级此一曲获得了侍候。 其实在剧集里面除了她们两个外,很多观众都注意到另外一位颜值高的美女。 那就是余苗,在戏中余苗和70多岁的刘丹组成CP,两个人整整相差40多岁。 戏中的她扮演一位很温柔,自立更生的新香港人。 从照片就可以看出她的颜值还是很好看的,不过由于剧集安排她要演演孙恋。 在选美的时候也有人觉得她很像范冰冰,这侧眼大家觉得像吗? 很多有看TVB剧集的观众都知道TVB有御用角色之说,其实余苗也算是其中一位,现在TVB正在热播的剧集命远里面有演员,黎耀翔,江大卫等有演技之人,余苗也有参演。 可惜她同样又要演员孙恋,在戏中她和70多岁的江大卫结婚。 不是说江大卫不帅和美演技,只是觉得作为女演员当然想有更多好机会的发展。 那么为什么她没有更好的机会呢? 其实就是因为前面开头所说的语言问题,要想在TVB当小花,至少粤语能够说的标准。 有人说金刚粤语也说不标准啊,但是人家是综艺主持人,以搞笑为主业,而且这只是另类。 要在香港演戏就要学会流利粤语,余苗曾经试过咬木塞读报纸学习粤语。 她也当过娱乐新闻台主播,所以如今粤语才这么好。 当然余苗为了更加好,近日还找成龙御用配音师来学习粤语,学费也不便宜,一个小时要600元学费。 这么努力当然迎来公司重用,最近准备开拍的多功能老婆她就扮演女儿。 大家只注意到了时隔多年回归GVB的杨千华,却没留意到这位小演员也正在一步步的进步。 而且肯努力的人似乎运气也不差,在2015年台庆抽奖的时候。 原本抽到的人不是余苗,可惜抽到的人已经先行离场了,所以余苗成为候补成员,结果这位候补却获得了一等奖。